Woo~~~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呢 我們要前進我們這個新改版的 這個BOSS地區的副本 那我們上一集也有講過啦 就是我們之前最早的版本的這個 飛升副本呢 它叫做飛升副本 為什麼叫飛升副本呢 簡單來講的話 它就是一個轉升副本 當你過了這個轉升之後呢 它會得到一些獎勵 它總共分簡單中等跟困難 然後呢 這個飛升副本呢 就是有點類似加你的等級上限 不過呢 這個等級上限其實沒有太大實質的意義 因為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改等級的上限嘛 所以說 這個其實有跟沒有一樣 那有沒有附加額外的功能 這次的更新有沒有附加額外的功能 我就不清楚了 那我今天會再來這個地方的原因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上一集也講過了嘛 這個副本有改版 他把一隻監工者 這個叫做監工者的BOSS 放在裡面去了 然後據說很多很多 那個東西都有都有變動 他說裡面的一些設施啊 可能都有追加進去 總而言之呢 本來這是一個沒有BOSS的副本 變成有一隻新的BOSS 在裡面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因為這次更新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進去看一下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這次我們選擇帶我們的這隻霸王龍 那這隻霸王龍已經被我們的 已經被我就是 稍微提升了不少 等級113級 血量2000多 被我提升了不少 然後你們看到這隻帶絲呢 這隻帶絲是我第一次進這隻 這個飛生副本的時候所使用的 那時候呢 還是開無敵模式才過的 所以說呢 我們這一次呢 也是要開無敵模式進去 不然其實說真的啦 一個人你要進去打喔 除非你的等級真的超高 然後之後 血量超多 攻擊超強 不然基本上 欸不對喔 裡面還有會暈那個 騎在恐龍上面的人 那個恐龍喔 比如說中爪龍阿 或者是 或者是像這些帶絲類的 會暈人喔 我被暈下來我就死定了喔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開無敵模式進去 不然的話我真的沒辦法到後面 而且這次我 我這次也是跟上次一樣 直接選困難 最困難的模式 那 基本上 他這些達成的那個條件 跟異線之路詞類 我就不贅述了喔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 其實 上次有講過了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可以繼續查一下資料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好不好 我就直接把這個 遊戲的這個 遊戲的這個東西 直接帶進來 好 我們就直接進去 看一下到底裡面長什麼樣子 好 非常簡單 我們就直接開啟了 這最難的難度 需要100等才可以進去 好製作 好 門開了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就很無恥的呢 騎著我們這隻霸王龍 然後開個 GOD模式 開完之後呢 我們用飛行的方式 飛進去 就這麼簡單 Let's go 啊 喔 OKOK 我剛以為我卡住了 喔一進來就開始 稍微有一種 呃 BGM加持的那種概念 就感覺就是 有一點 未知 未知領域的一些恐懼感就產生了 然後各位就會看到前面呢 這種困難難度呢 就多了一堆 伊特龍 好我們直接掠過 我們直接就是 浮空掠過 好不好 然後這些北七呢 看到我直接衝下去了 好讓他們去吧 好 沒關係 我們慢慢走 用飛的 有沒有 你看獸頭獸就在那邊 這種是會暈人的 喔 不是代師 是獸頭獸 我講錯了 這種獸頭獸 會直接暈人 怎麼還有小盜龍在這裡啊 連盜龍都出現 破防的都出現了 欸欸欸 不要看到我現在卡在這邊 就想攻擊我 還有野豬2 好 超級不親民 全部都給我下去吧 北七 啊 羽暴龍南方巨獸龍都出現了 歐買 Gosh 能夠想像我一個人單槍 匹馬來這個地方 根本是找死 啊 根本是吹吸 啊 什麼叫吹吸呢 就是吹吸的意思 然後為什麼我現在持續在扣血 因為太熱嗎 是有多熱啊 我看一下我把我的 我把我的抗性點到100好了 看可不可以撐一下 不要至於過熱熱到死掉 還在扣啊 不行我們必須要在很熱 被熱死之前剛才抵達到那個地方 啊這些包容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用外掛模式直接衝進去 好不好 我今天這一集呢 只是想要展示就是 去看一下裡面到底多了什麼新的內容 並沒有真的要去完成什麼 這困難挑戰 這太浪費時間了 給一些想要挑戰 卻還不知道該如何起從的 那個遊戲玩家呢 來稍微參考一下 困難模式裡面的恐龍都是什麼 就大概都是長這些樣子 然後呢 入口呢 會有一隻南方巨獸的守著 怎麼只有一隻 印象中是兩隻啊 算了不管了 可能另外一隻啊 在那裡啦 對啦 兩隻喔 一隻破牌等的 一隻等級很低的 而且血都8萬多 我告訴你這種 野生版本的南方巨獸是超恐怖的 然後先等我一下 我先稍微活一下血齁 不然就是無聊可以射他們一下 射開心的也是可以啦 反正他們也打不到你啊 吃飯喔 夾笨喔 夾笨的時間搞喔 好了 不鬧他們了 我們快繼續走 OK 我們成功進來這個地方了 基本上應該就不會過熱了吧 來 我們進來 我們進來 喔 進來了 啊 怎麼變得更 怎麼變得過冷呢 忽冷忽熱是什麼情形 我們吃肉看可不可以回點血之類的啊 欸 到這裡就超冷的 是怎樣 好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上次的版本呢 我們這個飛升 欸 誰啊 哇靠 全部衝過來 這麼死殘亂打喔 不要這樣子 我記得我們之前那個飛升副本 上一次的版本是一進來這個地方 然後 然後 然後怎麼了 進來這個地方 點一下之後 我們就直接轉身了 喔喔喔 開了開了 不過這一次呢 好像會被傳送到一個新的地區 就是那個 監察者副本的那個地區 監工者呢 講錯了 OK 我們差不多快要傳送完成了 齁 倒數5秒 4秒 3秒 3秒 2秒 1秒 哇 傳送了 哇賽 這是怎樣啊 這是哪裡啊 OMG 這什麼意思啊 是 要打這三隻BOSS的意思嗎 不是吧 等一下 這是 這是西方飛龍的 DNA DNA 然後這背景是西方飛龍副本的樣子 那這邊就是金剛囉 金剛副本的樣子 OMG 然後 這裡 前面的話就是蜘蛛的 啊 所以說這個是監工者在監視這三隻BOSS的那個環境啊 這好像就是監工者在監工他們 不然怎麼叫監工者 簡單來講 這裡就是方舟的那個 幕後黑手的那個大基地啊 他監工的一切 好丟喔 我的天啊 這樣沒問題嗎 這樣子沒問題嗎 啊 這是怎樣 左邊是方舟 方舟大陸的地圖 啊 這是什麼 哇賽 你看這前面是什麼 這 欸 這個是誰啊 嘟嘟鳥 所以說這全部都是DNA這樣來的啦 通通全部都是DNA欸 我的天啊 這是這個 這是這個方舟大陸所監控的這個世界 DNA掌控所有的人 那不是啊 那個監工者掌控所有的人 我的天啊 太丟了吧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這個監工者創造了方舟世界 讓我們來到這個方舟世界來是吧 然後這裡又是怎麼回事 又有一張 又一張 又一張地球 又一顆地球 兩顆地球 那這裡是怎麼回事 人類DNA 人類的DNA在此欸 所以說我也是被創造出來的 欸 我拿到圖鑑了 我拿到圖鑑了 喔 又獲得一個圖鑑來著的啊 還有女性DNA 男性跟女性的 到底是在訴說什麼啊 難道我也是被監工者創造出來的嗎 難道我不完全只是個人類嗎 這樣講也有點奇怪欸 我認了 算了不管了 繼續往前走 我們現在在開始準備大戰我們的BOSS來著了 我們BOSS準備要來一個大PK了 是吧 這邊又一個地球 這邊又一個地球 三顆地球 這個紅色的意思是什麼啊 分佈地區嗎 你看這邊也有 可是這次這個人類怪怪的 怎麼感覺好像有點就是 不是很成型的樣子 這是還沒有完成的嗎 這是還沒完成的意思嗎 這我就不理解了 總而言之感覺就是半成品 我的天啊 就是前面了 嚇我一跳 怎麼突然走到一半拉屎 怎麼回事 OMG 這邊根本就是 方舟大本營 欸 欸 這些物資 這些物資都是從這邊空投下來的欸 我的天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些監工者根本在玩弄我們啊 就刻意丟一點物資 所以說他們是GM 原來他們是GM啊 他們主導這一切啊 我們爬到了最頂端了 我突然沒BGM了 OMG 你看他現在開始在監視這個方舟地圖 有沒有 監視中 HELLO OMG 我被發現了 我被發現了 這什麼東西 這是我們的BOSS監工者啊 出現了出現了 HOLY SHIT 單挑啊 林北有無敵狀態 沒有在怕了 喔喔 開始了 開始了 我要放這什麼 別東西啊 衝啊 欸我咬不到欸 為什麼 不能咬啊 HELLO 我要召喚什麼 要召喚那個監工者的手 會出現了 而且是紅色的 必須咬爆一波才行 單挑啊 我要離開這顆遊戲 不要再玩弄我了 原來幕後逐死者就是你們 來吧 去死吧 呀 還好我開無敵模式 好你看 打死他都會掉這個有沒有 可以撿好爽喔 YA多撿多健康 通通都撿 欸監視者來了欸 算了等一下再撿好了 喔打一下55滴 哇那個監視者有點兇喔 來來來 欸連那個飛機也在上面喔 不管我先咬你 你別跑啊 你給我過來 紅包蛋 你想幹嘛 你又要製造什麼的 欸他一直跑欸 打不到他欸 表示難過 你的敵人在這裡啊 哇 我很輕易的閃過了 完了又不能攻擊了 他又想做什麼了 欸這個 這個副本真的沒有那麼好打欸 機器人又來了 機器人又來了 他們又來了 他們又來了 殺爆你們 我們通通都別無幸免啦 殺爆他那個防護罩就掉了嘛 這防護罩掉了對不對 攻擊攻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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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而已 我該點點攻擊力啦 這最終決戰 是攻擊力點高一點 欸後面一群欸 咬一下多少 點到1萬了 咬一下6000 太好了 好 把他們全部清掉 那個飛機真的是蠻煩的 欸 別跑啊 有種正面上我啊 只會逃 低能諾夫 來來來 我還沒有把你咬到 咬爆為止啊 真的跑超快的 攻擊 欸沒有咬到 然後那個飛機一直在那邊射 煩死人了 就把他射下來 太多了啦 殺不完啦 嘖 這殺不完 全部都卡到這邊來了 欸 現在可以攻擊了吧 有了有了 有 打爆你 別跑啊 我的暴王龍是無敵的 我根本追不過他 表示難過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這有點快追 這可以這可以 幹 追不到啊 哈哈哈哈 太會了太會了 賣罩啊 下一次在玩追趕跑跳碰是吧 又是防護罩了 我決定我要手在他的旁邊 這樣我才可以順便咬到他 然後讓那些 讓那些機器人過來我這裡 對對對 欸不對啊 咬得到咬得到 我以為咬不到咧 快點解除你的防護罩警報 我要攻擊你 有了有了有了 攻擊攻擊 誒他幹嘛 他幹什麼 嗚 一飛龍了 來啊 你以為只有你行嗎 不知道為什麼我 我咬他傷害這麼高 困難的噴火龍 解決你 解決你 單挑 唉呀 水啦 解決掉了 然後我要回一下體力喔 抱歉 還有他要變身了嗎 欸沒有 他現在開防護罩 他該不會等一下連另外兩隻boss也會變出來吧 好 我就靜觀其騙了 等到防護罩破了再說 快點啊 解除你的防護罩啊 有了有 解除防護罩了 咬咬咬 又變身又變身了 看你這次變什麼 唉 這次變成蜘蛛了 來啊 上喔 我覺得這個很難 這個 一個人絕對過不了啦 除非 除非像我這個樣子啊 不然這個多人衝進去 搞不好還會死很慘 你看他們這個血量18萬 育母蜘蛛 萊斯利克斯 幫你殺掉 喔喔喔喔喔喔 被推飛了 還有一個震波 唉唷唉唷唉唷 來我等你的防護罩消失 你就死定了這傢伙 來啊 來啊 有了 曾經在搖 哈林現在應該要再變第三隻 變金剛吧 有了變金剛變金剛了 賣照 他跑去哪 好遠喔 而且重點是這些敵人會一直出現耶 我很納悶是如果 玩多人的話 知道怎麼 知道怎麼打 金剛來了 哇哈林丟了石頭也是長這樣子 上啊 要死你這小猴八蛋 蛤 我要離開這個方舟世界 不要再玩弄我了 蛤 你就是這方舟世界的頭是吧 來來來來 讓我一次玩死你 欸不行 他又開始開防護罩 煩死了 阿未死喔 金CC的阿 四萬二的血 他總共血量二十萬 阿他叫監察者 中文翻譯叫監察者阿 不過我是去Google翻譯是叫監工者 有了有了 最後一集 解決 YES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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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了爆了爆了 勝利了 我們贏了 我們可以離開這裡了 萬歲 阿怎麼離開這裡 撿起這顆球嗎 他死了 方舟要毀了嗎 方舟要毀掉了嗎 所有的科技 通通都要消失了嗎 這傳送門 他正在傳送當中 哇超酷的欸 好酷喔 我的天啊 結局了 這就是方舟的結局 雖然沒有什麼故事就對了 喔 哇好酷喔 我的手是綠色的 我的手是綠色的 對不起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人物的手是綠色的 啊 釋放能量了 啊 要轉身啦 謝謝大家 耶 飛向宇宙浩安無垠 有 有 怎麼又回來了啊 蛤 永無止境的回頭嗎 方舟結局 Spyber Evil 好了 這是感謝名單之類的啊 我覺得他這種沙盒色的遊戲還會做結局 那真的還蠻酷的好不好 好我們不管我們直接結束 結束之後他就會直接重開了 然後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直接轉身吧 我看一下我直接從這邊進去 我看我會到哪裡喔 我還蠻好奇的 我的手上那一顆應該會變紅色的 然後多打好像就不會再累加15等了 困難是加15等上限啦 一般的話是加10等 直接創角色耶 喔 喔我直接下載生存者是吧 直接直接下載啦 不能創造嗎 這就是我剛剛原本那一隻390那一隻嘛對不對 對沒有錯 下載他 然後出生地 我要尷尬了 我沒有做床 我的出生地 這邊吧 應該在這附近吧 沒關係 出生應該是死不了 我沒有做床耶 沒有做床 那從這裡重生好了 想辦法回去吧 那我東西都不見了阿 空裝喔 還好復活在這 你看我手邊那一顆變了 有蛇 裝備還在 我身上的套裝還在 太好了 不能裝 為什麼笨裝 阿我知道了 技能要重學 沒有錯 蛇神走開阿 蛇神走開阿 我輸入一下指令 好了我可以拿了 哇怎麼一拿起來就過熱阿 我根本沒射阿 沒子彈 別來阿 你在這樣我要叫囉 你在這樣子我真的要叫囉 我叫我的古神一龍去尻你好了 來阿 要咧 莫名其妙 阿我們先回去 阿我們的霸王龍到哪裡去啦 等一下我要先 我要先回去一下那個地方 副本那裡 霸王龍不知道還在不在 我把他接回來好了 順便把我們帶絲一起接回來 通通把他接回來 好裝備 其實頭盔可以不用 太礙眼了 好了 為什麼這邊會有這個 有沒有看變紅色的 然後加15等上限 這沒什麼屁用阿 為什麼拿到這個 這可能是打爆他們拿到的吧 OK 他們在哪裡 他們還在那裡 我們直接把他帶回家就好了 我沒有能量阿 我哩咧會死 我先開個無敵齁 不然令北真的要摔死了 需要使用能量元素 欸他們都還在耶 阿那個轉身的 轉身的人物沒有躺在這裡了 有沒有 依然健在著 好把他們傳回去 大哥我們回家囉 跟著帶絲一起 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阿抱歉 欸我把他們拿下來了 OK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一起回家吧 YES 咱們的霸王龍 OK 這就是我們的 飛升星模式 就是我們這個副本的飛升星模式 那大致上內容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真的超酷的 這打的時候真的是很有震撼力 尤其是在最終決戰BOSS的時候 那種場景 那種敵人一直不斷湧入的那種感覺 那大概就是這樣展示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呢 就是玩多了 你們要怎麼去分配這個任務呢 你們要如何過呢 這自己就去研究 自己去轉眼 自己去拿捏 我只是把畫面帶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裡面長什麼樣子 就這麼簡單 OK 那麼今天這個內容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一個訂閱 右下角一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再見了 掰掰